他马上将进行的是常规赛第三轮S5的比赛XYG对阵长沙涛博 那目前是长沙涛博2比0领先 这一局是他们的赛点局 这把XYG拜方选边还是选择了蓝色方 感觉还是想拿自己的体系进攻为主了 如果去红色方很有可能大桥这个点或阿里这个点要自己搬嘛 就占了一个班位 好来看一下双方B5的第三局BP 罗班大师搬掉了 自己刚刚用过的因为长沙涛博这里还有单攻在 然后XYG是把鲁班大师跟张仔亚这两个点全部拆了 那再看一下长沙涛博蓝搬了 那进 看一下XYG要不要搬 其实有点搬不完了进跟那个路两个点 还是选择搬了一个较为强势的进 进起节奏会快一些 那长沙涛博这一般啊大桥公孙黎还是选择搬掉其中之一 搬的是公孙黎放大桥 现在在场外能够去限制大桥体系的英雄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前面刚刚说到纳克路的爆发 然后还有就是长沙涛博这边的关羽 关羽 或者说是吕布 对吕布 吕布加纳克路可以 因为吕布是苏默这里8战8胜100胜率的英雄 对全胜呢 本赛季目前都没输过非常强势 而且这两个英雄拿出来之后 XYG也只能拿自己配大桥的阵容 像他们之前经常用大桥配举手精 配一个强势打野 然后再配一个敌人杰或者鱼姬 鱼姬用过了 配敌人杰的概率会比较大 或者李源芳 敌人杰或者李源芳 嗯 选择了蓝铃王 那这个蓝铃王就是野位啊 没有办法摇摆 对的 老夫子 辅助已经出了 这个蓝铃王名牌了 然后配到是老夫子 这个老夫子的话 酷鞋这个赛季 其实使用的场次还算可以 三场两胜 这把一般 之前我们看到 抢大桥老夫子 去应对的是公孙黎 这把乔和涛波的射手还没有选 打老夫子的话 稍微选一个灵活一点的 就好打一些 长长套波 选择了冬黄胎一 冬黄加纳克鲁鲁 咬到再打一个爆发 咬到老夫子的话 配上这个爆发 老夫子也卡不住的 西施比较可老夫子 但西施上一把 长套波是用过了 对 这个冬黄选出来的话 一定程度上也能威胁到老夫子 就他不一定说我咬到了 一定能秒 但起码能限制老夫子 那大桥体系 更多的是要配一个 亲线能力较强的中单 长套波后续的班位 就开始针对了 可能是王昭君加周瑜 有可能是周瑜自己抢 他自己用也挺不错的 因为周瑜也带卫宜 而且周瑜的火 配上吕布啊 包括东皇 他们打阵地战 还是非常强的 XYG最后是搬掉了 火舞以及李源芳 那长套波选择了 用长吉思涵 陈三加纳克 露露的双后期组合 小鹏呢 成吉思涵这个赛季 拿了五次 三胜 百分之六十胜率 挺高的了 而且这局 成吉思涵拿出来看视野 蓝灵王这边想要转线 去进行一干 可其实是有难度的 主要是就 他可以防蓝灵王 然后还可以帮队伍提供视野 让东皇更好的 做一个开团先手 XYG在外边 余姬用了 敌人杰被搬的情况下 连方也上班位了 然后拿了一个 比较灵活一点的马可 这样还是有机会的 然后马可对线的话 打成吉思涵不好打 这把 看他们要不要换先 但在蓝色方 蓝色方如果换先的话 有点亏 会远离红buff 会比较难受 除非他们很快的 把上路一塔推完之后 再换下来 这样的话 就是刚好马可 差不多做完末式之后 换下来也行 其实马可 波鲁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都是马可先出 然后很多队伍后出 成吉思涵 去进行个counter 但是这一局XYG是看到 对面出了成吉思涵 自己出的马可 他没得选 其实强大套波也知道 你没得选 他甚至可以用 他自己选一个马可 一选代班 但他选择了一个 比较好打马可的 且这套战友 其实在后期也好打大乔 XYG要利用的 就是大乔的灵活性 去跟长达涛波打了 你不能让长达涛波这多合 这三个 一个吕布尔 一个纳克洛 一个成吉思涵 在后期都很克宁的点起来 是的 长达涛波其实 刚刚小老说到了 这三个点是比较吃发育的 那么XYG能否利用 自己的阵容特性 包括神蒙西阿和马可 他们也是属于 中期消耗能力较强的英雄 那么能不能利用 这样的特性 前中期能够打一些优势 打一些进攻 就像第一局长达涛波一样 他可以看酷鞋和九月这里 因为酷鞋在四级以后 他可以主动去找机会 因为可以跟蓝牛王 做一个联动 蓝牛王在前面的爆发 还是蛮高的 在不丢人头的情况下 他正常发育 他那条爆发 老夫子只要捆到一个脆皮 他还是可以杀的 对 而且他是一个打野位置 他不像辅助没有钱 但是打野他有钱的话 可以在前中期的伤害是很高的 而长达波这一套的话 纳克 露露 吕布加上一星 其实打正面团战 阵地战是很强的 也是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 那这场比赛 蓝色方XYG 红色方长沙涛波 双方的第三局对决 也是长达波的一个赛点 举接大把时间交给现场观众诸位 有没有办法 加上 准备 赛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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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赛欧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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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欧梁 感谢双方粉丝诸位进入到比赛当中 并没有做换线 是一个正常的对线 中路沈梦西加大桥 抢线能力确实很强 超级快 对 然后接着去SORR 感觉他们是要直接打呀 这波冲着香军去了 香军要硬拿BUFF 二技能穿BUFF加人 直接走掉 但同时林木闪线去追 拿到DD血 小顿闪线用一技能 粘住了沈梦西 那沈梦西是走不掉了 一换一 没有二技能和闪线走不掉了 因为一般来讲 中路清完线之后 骚扰的位置是往河道走 然后进对面来 那是骚扰 但是他从这边塔 跟蓝BUFF之间绕不进去 那就是冲着人去的呀 是的 限制了一下NAC 第一波的发育 他不知道NAC路打野蛮 直接是让小鹏去帮忙了 但是还是没办法 你看成绩思涵在旁边输出根本 不够 现在这个时间段 成绩思涵确实是没什么伤害 那刚刚其实在限制成绩思涵 在野区的这个时间段 他下来其实 三个兵是没有吃满的 漏了 漏了一个 没办法 嗯 在野区打起来了 看一下蓝联王的一个动向 四级了 嗯 这波四级是往上走的 他先进对面红去看一下 香军这里有没有继续在打 有的话直接逮着打一套 但是发现野区已经被收空了 上路位置四个人集结 想要对没有四的旅步 大小直接滚 但是我常常套博的支援来了呀 脚下放了一个圈杀掉了苏莫的旅步 四个人 再回去 我这波配合非常的漂亮 比上一局好很多 嗯 就是上一局的他们的小团的一个配合 其实感觉是有点差 但是这一局好多了 杀完人还刚好传回去 提前放好了圈 规划好的 有备而来 因为西河这边大小确实很厉害 他们这个大小体就是用来吃分的 实战六胜 他们玩得很灵活 再加上他们之前配合了很久了 这五个人也一直都没有换过 已经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 但今天的这条龙 不是头龙是一个双抗龙 拿了增加一下身板 这个躯干龙感觉冬皇会比较喜欢 他在拿这个龙四级去 先来看一下这波 九月是远程 利用自己的二级的加大招 强行打了一波一星 打到了残血 还逼出了大招 然后野区的话 三个人继续进 进完反完的话可以坐电梯再走 对继续再进攻 但这波冬皇有四 看小盾这里了 选择的先压人啊 老夫子还留着自己的大招 这波大乔的电梯已经放了 先捆一个 然后大乔先把人送回去 那这波不进了 没有什么机会了 只是进行了一下骚扰 而马可波波在下路 好像发育的是非常顺的 秀到这边 前面是把小鹏压回去了一波 只要给马可红buff 他在对线期还是有优势的 这波看到视野了 看一下想杀小鹏啊 但是发现了洞皇之后选择了后撤 还是做圈走比较稳妥 整体上SYG这把打得比 他的前两把还好很多 在前面一直在主动找事情 虽然有的成功了 有的没成功 但他一直在主动 其实主动就是一个好的信号嘛 而常常涛博这局的话 确实得要拖到 纳可和吕布这边的装备 包括陈希斯坦的装备 前期注定会有一段时间的小逆风 这条龙的话 大乔是给了大招 但是人还没下来 龙已经被常常涛博拿完了 对打得很快 然后九月是做了一个换罗 下落位置 沈梦希继续过来呀 先个大招砸下去了 干扰已经给了 老夫的大伞捆的是东方东方反咬 两边继续给输出 做了一个一换一纳可的扑 后排线扑死的大乔 纳可再继续追 鱼不跳大 跳修斗 修斗被击飞了 纳可再给一个一技能 极限的伤害二连击破 九月这里打了一套异星之后 发现打不死了 那这样自己事业暴露了 没有办法走了 选择换 沈梦希的伤害跟上了 打掉了一星 但是纳可路相军这里 三连决胜 哇 这波相军的进场 是力挽狂玩啊 本来是XYG的一波进攻 而且自己这边已经是 第一时间C位的血量 已经下下去了 然后他的一个进场 回天灭地 只能说他来得刚刚好 你看老夫子的大伞 他其实想捆后 后边的人 但是他捆到的是东皇 纳可路从侧边 干过来 大桥扑死了 而且配合到 吕布和纳可路一技能 收掉了马可波罗 9月过来 侧面过来 他一套技能是打到一星身上 一星是有被动的 有鸣刀 是 林默外来跟一下这个伤害 走得过于深 导致这波闪现也交掉了 看看湘君 看到了 这个蓝灵王直接扑上去 但一星大招已经框住了 9月 9月有点走不掉 还暴露了事业 被湘君再一个普通攻击 带走了 蓝buff也被罚了 是的 然后湘君继续去抓 老夫子二技能已经交过了 没有了 二技能老夫子很脆 湘君再拿一个人头 二连击破 这把湘君杀疯了呀 这个纳克路已经变成了 前清英雄了 他不再是赤法律的后期了 他现在暗影战俘已经出了 装备非常好玩 4000多的经济 身上五个人头 下路有9兵线 一星这个拉 哦呦差一点 如果拉出来两个人都要死 现在长沙涛博的节奏非常好 尤其是相军纳克路的伤害啊 感觉只要东黄咬到 纳克跟上伤害 XYG这边不好去扛了 所以XYG现在不太敢 去跟长沙涛博打证明了 因为这个纳克路已经起来了 前面你是欺负纳克路 还没经济 现在他已经有经济 有装备了 所以只能选择带线 看能不能利用大侠的干扰 跟大招去带长沙涛博的高地 嗯 双方进行了一波互换 但是长沙涛博是掌控到了 XYG的红半区 先反资源 然后看一下经济面板的话 相军这里已经4700了 全场的最高经济 这个中路 长沙涛博是五个人过来了 想拿 开了风力文章 往前逼位置 林梦这里差一个兵没清掉 有一个残血炮车 让长沙涛博五个人 把中路一塔给推了 因为林梦这边没有大招嘛 只能用一技能去清线 那只要长沙涛博往前站 他就不敢去清了 不然容易被开 东皇是有闪现的 XYG现在想来中路 反找一波机会 苏莫不给机会啊 直接跳打 他怕被老夫子捆 这波纳格鲁是在上路清线 如果说旅不死亡的话 就会造成他们节奏的调点 就会让对方再往后去拖 苏莫这边还是非常谨慎的 就是刚刚做到自己的一件暗影战斧 但是其实将军已经开始补第二个大剑了 他已经开始憋破军了 嗯 他身上是出了一个经纪护手 然后再憋破军 过渡的 是的 他一个经纪护手 对于现在9月的蓝灵王 就已经很难杀了 因为他们两个相差了三级 看这波9月蹲到了 身边是有队友可以动手 上路为止 成一三给了个视野 看到了老夫子和大桥 上路为止这波线 带完就得要赶紧走 提前放圈 因为他们也看到了那个视野 一个鸟过来了 知道对面会往这边赶 现在9月也只能去帮 马可波罗看一下视野 让马可经济高一些 因为他这个脸 现在吃经济的作用 没有马可吃 来的那么大 上路套波想继续控马可的红buff 又是一波进攻 老夫子先捆一个吕布 东皇闪咬咬 咬到了大长大 鸟过一套 直接秒掉了吸盒 这样的话 红buff马可先拿下来 顺势点死了小盾 正面吕布 直接击飞了9月 蓝灵王 蓝灵王这里是暴露师也在的 宇晨过来一个拉 二技能拉两个 杀掉了蓝灵王的红尸 还打残了马可 那这波XYG 就算老夫子是买血中弹 也没有什么追击能力了 马可已经撕鞋得要回家了 那赤小龙 肠小套波又拿下 现在的输出量已经不够了 就那个位置 酷鞋交一个大招 只是为了让对面 不反这个红buff 但是小盾这里很果断 直接闪现进去咬人 还把你电梯管理员给杀了 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林梦的什么东西 前面多拿了几个头 所以他其实是队内经济比较高的点 这个时候他的消耗量 是非常关键的 可是我们看 那吕布的魔女已经早早地做了出来 没关系 只要小鹏 相军这两个核心位置不出魔女 那林梦的消耗还是有作用了 待会儿等他做出第二个大剑 他只要存两个大招 在团战前扔出去 那其实他们打团还是有机会的 前提是存两个大 是的 上路位置的兵线 XYG不是很好 把下线带过去之后 一直在做这样的兵线牵扯 那常常他我也不着急去打推进 因为他们在等十分钟的暗影暴君跟暗影主宰 等这两头龙空下来之后 他们拿着这个双抗暴君的buff去打团 稍微会好很多 老夫子出了永夜 规避一下对面的爆发 XYG就是利用蓝灵王去探视野 然后帮助他们去带边线 但是在草丛里 这波草丛没探呀 得交了一个林梦 林梦直接交闪 很果断啊 因为队友都已经传回去了 上路波这波是开始奔狼来的 就是成绩思汗的好处啊 他可以远程去照一下你边路草丛 有没有人 那如果没有人我就不用去了 有人的话我就再过来包你 我是觉得成绩思汗这个英雄的特性啊 确实有点刻大小体系的运营 你要带两条线的话 可能提前会被看到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他这把是一举两得嘛 同时还能限 能对线打马可 能限制蓝灵王还能限制大乔 那上路XYG把线运出去了 直接无兵线拆 这个二塔拆有点费劲啊 但是是可以拆掉的 那自己加中路二塔可能也要被推 只能放了 XYG还需要这样的一波运营 去完成对边路高低的推进 他们如果能拆一个边高 那这才算拿到了一些小优势 能够通过边路的边线 继续去做一些牵扯吧 但是有个效率是湘军的纳克鲁 他的破局已经做出来了 是他爆发最高的一波 也就是说长沙淘伯 现在只要把一波团开起来 这波团打好了 甚至是有可能直接将XYG也打猝死的 提前放圈 一行 没有拉出来 他是想要卡一个时间 嗯 长沙淘伯已经拿了暗影暴君了 这个主宰没有着急去开 他们一直在去找XYG的带线的人 但XYG一直都是五个人去爆团 就是随时可能去跟长沙淘伯接团 很谨慎 哎 湘军的这个位置 诚军的一行都不在 都没有 这波没有办法跟对面接啊 湘军在勾引 XYG开了个风铃不敢往里冲啊 因为草松是没有事业的 湘军在断线 他把兵线轻了 就XYG只能通过无兵线去拆 但是没干扰的话 你无兵线拆容易出问题 嗯 我感觉这一局长沙淘伯打就像老鹰抓小鸡 确实是这样 但现在长沙淘伯控两线 他保证两三线能运出去 要尽快地去给XYG 这里高地压力 这样才能缓解自己家高地的压力 嗯 现在XYG也一直在想办法去解题 一直在用边路的兵线去牵扯去运营 但是等长沙淘伯这条主宰拿下来 由主宰先锋的话 肯定下一步长沙淘伯目标就是高地塔了 直接东黄闪现进去咬人 然后把团开起来 他们可以打得很主动 这波东黄闪咬 咬到的是个老夫子 没有开二 直接做了一个一换一 但相信这里也被马可追死了 小鹏这里贴脸 但是被蓝牛给收下来了 他杀掉了马可 正面的话看一下 还有一个苏莫的吕布 这波长沙淘伯是少打多 一星 不在 对一星是不在的 然后东黄就直接上去闪咬了 他以为XYG人也不起 但XYG一直都是多人抱团 且他们有大潮 对他们 这个团真的抱得很紧 来看一下这波团战的回放 一星 一开始的单边视角 一星在下落处理兵线 马可往里转大转得也很果断 这波团战打起来的话 XYG还是有人数上的优势 是的 主要是老夫子把灯黄的咬吃完了 两边是一换一之后 然后马可找到了一波机会 打残了补输出的纳可露露 先把纳可露露打残之后 然后收掉了 湘君这里是最高经济吗 没有了湘君纳可露露 那常常的后果这套之后 就缺乏一个收割点 没有收割点的情况下 XYG就能够去反打 下落位置 酷鞋没有草丛的视野 谁出来又咬住 那这波老夫子队友离得有点远 酷鞋开了个二姐能顶了一下 反正捆住了一个大招 捆到的是东皇 东皇一撕血马可过来 什么心拿到人 他在旅宫这个大招跳下去 闪现一刀灰死了秀动的马可波罗 正面的话先去扑进来收下了大桥 那蓝丽王这里也被 纳可罗顺势给扑死 秀动马可波罗 这波团战的一个输出环境非常差 第一他没有进化掉 第二他被一星以及吕布的这套脸控 控制 是的 直接给收下来了 直接就打疼了 这一波老夫子 其实跟上一波团很像 但是队友离得太远了 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跟上 那这样一来的话 常常他有机会打猝死 最快复活 还有七秒钟啊 中了有一条楼 看一下 李梦这里扔了一个大招 先砸人 但冰线这里 进不到长沙涛博不给机会 直接要点水晶了 那么恭喜长沙涛博3比0 3比0战胜了对手 这是拿下胜者组名额的关键一分啊 想要进入胜者组的话 长沙涛博依然是不能松懈的 本赛季长沙涛博 是以他们的一个三老代两心 其实经历了S2A 又从A组抢回到S组 进步速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他们也是用自己的努力回馈着 所有支持他们 热爱他们的人 他们还胜常规赛 最后一场比赛 是在11月28日 第二场对阵广州TTG 而XYG确实非常遗憾 依然是没有拿到自己胜者组的 没有拿到自己S组的一个首胜 对于XYG而言 今天这场比赛的失利 让他们的大场积分还是为0 所以他们最后还胜一场比赛 大场积分最多为1分 所以他无缘去争夺胜者组的名额 是 去到了败者组 长沙涛博3比0战胜对手 现在感觉长沙涛博正在起势 近期他们的前中后期打得都非常漂亮 上山路多坎坷 登陵决顶始于组下 XYG确认晋级 2021年KPL球赛季后赛的败者组 但是季后赛的这一步 也是XYG进入到KPL非常的一大步 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进步和努力 没错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评论西 上山路多坎坷 但是对于XYG来讲 确实是完成了连跳 从B组到A组再到S组 这样的成绩的话 也是超越了之前MTG 来到KPL的一个成绩了 对 实际上不光是这个点了 就是说从他们这支队舰队以来 然后不管是全国大赛 从TGA到全国大赛 到全国大赛到K甲 一路到KPL 其实他们还算是比较平坦的路途 我觉得在一路向上的一个过程中 有一点点挫折 对他们来说不是坏事 再爬起来 可能就是新的一个顶点了 确实是要有一些精力嘛 然后慢慢的去找到自己的缺点 放大自己的优点 现在我倒是觉得说他们 就从今天看到的比赛和上一 就是之前看到的比赛 就觉得他们可能是因为输多了 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队伍 一个队伍一旦输多了之后 他们会对于自己的一个不信任 对于自己的一个技术的不自信 我觉得 其实他们就之前采访也有讲过 他们其实是来了 S2想去多学习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多增长一些经验的问题 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经历的少了 如果说这些都经历过了 他们再重新起航的话会更加厉害 对 就现在而言的话 他们现在就当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 因为实际上来说 这个也不是像当初了 随便拉一支队冲上来就冠军 这个也太难了 你看看S2这几支队伍 哪个不是钉子户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 长山淘宝的话 就觉得苏莫的旅游 依然是保持了他百分之百的胜率 九占全胜 有点恐怖的 你以为苏莫是个战兵 战兵 对 我吕布也是战士 战坛双胸 他最后几波那个大招 直接是绝望的大招 来看一下 本局的MVP 依然是给到了长沙涛博的宇晨 宇晨三连MVP 三连MVP 也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七次MVP 今天的一星西施嬴政 就最近长沙涛博的机场比赛 我感觉他们整个队伍的气势起来了 对 打得更加自信 就是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团战的一个发生的点 都是超出别人预判的 下落那边东方蹲老公子你想不到的 你怎么想要一个辅助在边路蹲里呢 对实际上这两支队就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反差对比 就是实际一支战队在一直失败的时候 他打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可能就会看着他会慢一点 或者是有一些犹豫 但是一支战队他其实一战打出来 他前面胜利多 哪怕是哪怕是失败 也是属于那种小分失败的情况下 他自信心越来越膨胀 自信心越来越高的时候 打出来的效果 你就看到 这个鸟在这一波山沙之后 他就不当人了 他就是你的红buff 你的蓝buff 我都要去 你什么时候见过 前几分钟 纳可露露在别人家的野区正方形刷野 我都羡慕这个纳可露露 纳可露露有到一个大优势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阻拦他 对 尤其这个版本 近来都虚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纳可露露才是版本之子 他没虚吗 我没变 你们变弱了 我就是变强了 是 胜率也很高 是 这波团是异星不在的时候 XY抓住一波五打四的机会 但是下路 其实东皇 他这个蹲蹭点是太有灵性了 就跟他那盘的顿山是一样的 这波主动发 就是找了一波机会 你看他在等 等队友到了之后 再去吸这个大招 其实这个时候 对于XYG来说 这个老夫子可以完全卖掉 就他们在接播这波团 有点葫芦娃救爷爷了 但是其实他们可能也知道 如果这波老夫子不在的话 他们可能也挺难打了 而且老夫子当时捆到的是个C位 就只剩一丝血 他们想要去换一个 其实捆个东皇 我觉得那个东皇可以不用啥 卖了 卖了最好 因为其实整个大招体系的话 他只有一个前排 老夫子 他不是龙虎双边 对 他来另外一个